嗯 还可以 昨天晚上下了夜的雪 现在我估计化的也差不多了 看一下外面天气 满路上都是雪呀 道路上已经化了 就剩边边上了 天气看这样还是挺不错的 啊收东西 然后去乡里吃饭 哇 今天早上有狗子过来了 踩着脚印 雪化了不少了 昨天晚上我起来了一下 那个雪好深 茫茫白雪啊 整个山都皮白了 我以为今天要下一天 然后打算在这里休息一天的 没想到停了 说了太阳雪化得很快 现在已经是万里晴空了 为了自由 为了远方 让咱们永不停息的脚步继续出发 先吃饭 车子已经全部装好了 好 我先走了 青椒肉丝盖饭 拿了瓶饮料 这个人在这边是20块钱 饮料4块钱 家座不贵 大方啊 味道还行 水也结满了 结了一壶热水 出发了 然后去买点东西吧 买点补给 结冰了 买了块牛肉 这牛肉100多块钱的 120多块钱的 2斤 要把它挂车把上挂的 跟那个鲤鸡肉一样动得不猛的 今天能挂多好 挂多好了 就让挂在这里 晒一天吧 出发 海拔4千8 这高原上的雪 挂得很快 一个小时一个样 刚才咱们从这里出来的时候 满地都是雪 现在都已经换完了 还有一点点了 现在在河出 找着 一监 海拔4千8 在达 入香 海拔4千8 街灰 魔 这里死了一头藏驴 估计附近应该有攻击性东部 一直在上坡呀 顶峰有一点点 现在估计海拔已经到达4,900了接近 出发的时候是4,800米 太荒凉了 早天晚上下的雪 路上的还有草地上的全都化完了已经 就还有这种靠阴面的没话了 好凉呀 这又是一只藏驴 三两株狼根本都放不到一株藏驴的 肯定是有狼群附近 我啃死的都剩骨架了 这啃的是真干净啊 我估计也有乌鸦坑了 这里有一个村子也有信号 村子旁边有一个信号塔 电信移动都有 今天不走了就在这边露营啊 走了差不多在大师的屋里 这边还有一个发木的一个房子 看看哪里能搭帐篷 然后就在哪里搭帐篷吧 现在的这个位置是 那曲和阿里交汇的一个地方 中苍乡是最后一个乡 咱们明天的话就到最后一个乡了 过了中苍的话 然后就进入阿里地区了 阿里的改泽县 这边为什么这么多野生动物的骨架呢 就是因为像这边的话狼羞很多 我在来的路上 见到了四只骨架 有两只我没有拍 都是小藏驴的 那个东西不是狼群的话根本 嗯弄不了它 刚才过来的时候还看见藏驴群 有个十几只都在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阿里和那曲交汇吧 无人区 哇 这个随形房这么乱 也小 这边 这一共莫名 应该出去放牧去了 我车子很远 然后在那边 这里 车子推过来有点远的 去村子 村子那边看一下 大哥说村子里有空闲的房子 我推了车子然后去村子 这里是一个新村 当地政府的一个安置房 全部都在这边周围的牧民 后面有信号 今天第一次啊 结束了 然后在这个 嗯 大哥家里结束 他一个人在家里啊 嗯 等一下我把车子推进去 然后我又买的牛肉嘛 一百多块钱牛肉 今天晚上还有蒜腾什么的 然后炒一炒 他这里也有那个小炉子 今天晚上 就在这边这个床睡了 嗯 因为我晚上要剪视频啊 大哥说让我去隔壁那个 生着火的 不过行了 我剪视频 可能比较吵 影响他睡觉 我就在这里 都已经铺好了哈 等会儿就用这个炉子做 今天在这边 借用一下这个厨房 蒜腾 带了几天了 今天晚上把它炒了 还有这二斤牛肉 可能还没有划好 冬的不不硬 看看 人 人 最好 但几天 让我上去 这个先灸一下 buoy 我用的鞋子 你把鞋子放在一起 就放在鞋子上 我用的鞋子 就放在鞋子上 就放在鞋子上 好 这是我们的鞋子上 好 这边 就放在鞋子上 沫耳泡一下,沫耳正好能吃一顿 一泡这个味儿还不一定能重开 然后这还有鸡蛋 沫耳鸡蛋 热水 泡一下 温水 接下来 平时哪有水洗菜啊 今天在家里水充裕 把牛肉冷下来洗一下 都还没换完弄 这二斤牛肉两个人吃够了 我泡了个沫耳 然后把沫耳弄一下炒个尖 两个菜 来 开开开 放一个大锅 用这个大锅 我这个锅太小了 那两个菜一混到一起 就没地方了 到时候这个炒不出来 没地方放 哇 就可以了 热波二两 这个火一下就热了 现在把这个牛肉炒干了 拌干就行 不要太干了 因为它里面有死 差不多了 哇 这么一波 不然就放太多了 那鍋子挺多了 說得不如飩 嗯 好 放入冰箱 差不多了 不斷不斷 我尝一下这蒜苔熟了 差不多了 肉是平面熟了 先炒的肉把肉炒熟了 炒的蒜苔 然后盐味有点小 菜太多了 把肉放出 大哥你尝一下盐味就行了 你尝尝味道 甜还是蛋 可以 可以可以 像这样的 我尝到盐有点血 大哥尝到可以 已经熟了 炒菜 炒菜 不好吃 鸡蛋 抓住 蒜苔 蒜苔 鸡蛋 蒜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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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吃不准 吃饭吃不准 木耳不能干炒 把木耳煮熟就行了 炒熟的木耳糊了就足 差不多了 把水开木耳烫就行了 吃饭 看一下我炒的牛肉炒蒜苔 还行 是不 木耳鸡蛋 加 Mickey 然后按这两个 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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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 这一段 尝尝这个袋怎么样 尝尝味道 嗯嗯对对 嗯嗯 还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味道还行是 行了行 爱里去不去 爱里 去 我倒隔几 我尝尝还可以 你尝尝味道也行是吗 可以 干杯 嗯 行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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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饭出来溜溜腿 这个村子所有的店全部都是太阳能的 包括大哥家里还有所有的其他的村民全都是太阳能的 天啊 天啊已经下山了 看见没有圆寿 这边黑的 又开始下雪了 刚才我问大哥 这边晚上会不会下雪 他说会的 看上来是今天晚上还要下 应该是每天下下一点点然后 我早上就画了清冷清冷的回去剪剪视频 早点睡觉明天见